而我是一名从大陆 来台湾的高雄媳妇 定居台湾快两年了 名称是台湾 我的第二家家 第二家家 谢谢你给我的爱的元气 这就是爱的爱的元气 那我们的家伙 等一下我要打个电话 跟我妈妈 妈妈 你好快 哈喽,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在台北 今天是我们来台北的第三天了 看得出来Dina她真的很爱台北 来台北的第三天,我们打卡了台湾的最高学府 台湾大学 虽然说是没有考进台湾大学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来参观的 大山为了看起来更像学生 今天特意搭配了一套学院风的衣服 充当一日学姐 台大校园的风景还是挺好看的 哇塞,这个水也太轻了,好轻哦 真好在校园里面这样走 我记得我大概是六七年前吧 有去北京最好的大学 大家知道是哪里吗? 清华大学和北大是最好的大学 那个时候我是陪我妹妹去 那年我妹妹刚好是考大学 然后她本来是想考清华大学 但是她一点点没有考上 所以她想要去看一看 然后我就陪她去看 结果我进不去 为什么?因为要预约 要提前预约 这边都没有要预约 可能你们人太多了吧? 对啊,就是人太多了 如果没有预约,大家全部进去了 整个清华大学里面都是游客 确实 可是你刚刚讲的我有个疑问 你说北京最好的大学? 那走到哪里? 是吗? 对啊,清华北大 就是中文大陆最好的大学 那最好 不就是只有the best 不是只有一间吗? 怎么会是清华跟北大 那到底这两个谁? 一个是理科,一个是我们 哦,所以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这是果子跟宋 大家好,我要杀杀的你啊 我们现在在台湾最好的大学 台湾大学 台大 老公 你为什么当年没有上台湾最好的大学呢? 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 就考不上啊 没有 不是,认真平反一下 其实我有比对过 就是我当年的成绩 还是可以上几个系 你上过?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刚上的 哦,这样 哦,你说你当年的分数是可以上台湾大学的? 是可以读的 有,有几个科系我是可以的 可以录取的 科系?什么系? 对 是可以说的吗? 我有点忘记 因为时间有点久 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医科那些 因为那都是要满分啊 Haira她私下跟我说 其实是森林系 太可爱了 老婆,你想来自己上学吗? 这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哦 想不想? 不想 那你想去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现在还没有想法是吗? 我现在是在哪里上学 你现在在哪里上学? 是在高雄对不对? 上幼儿园对不对? 上幼儿园对不对? 现在小班 天空大学 天空大学 还有十几年呢 天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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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大学是哪里? 那边有个 那个是花云朵大学 很高兴 真是张口就来啊 我在学校刚刚看到公公车 哇фф 学校应该有公公车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刚才也看到 而且它已经转完去他们家了 对啊 它是从那边开过来的对不对 它是从那边过去 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一点 校园比较开放 这样的校园谁不爱呢 光吹风都很舒服 其实我们这一次上来台北 最最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要去参加一个入围的颁奖典礼 宝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我们三个人拍的影片 她入围了 她有可能会得奖 知道吗 在一个多月前呢 我们参加了由陆委会主办的短篇争选竞赛 没想到入围了 宝贝你觉得我会拿奖吗 真的吗 因为在等待 等待开始 宝贝宝贝 你觉得妈妈会拿奖吗 会吗 太帅 不瞒大家说 其实我在现场超紧张的 就是那种又紧张又心碰的心态 就整个肾上腺素一直往上标 这一次参赛的作品呢 一共是193件 那有25件作品呢 是入围的 今天这个呢 就是算入围的一个颁奖典礼 那从25件的入围作品当中呢 选出17个作品来颁奖 有12个家座 然后两个三奖 两个二奖 一个首奖 当我听完12个家座 没有我的时候 有一点慌了 前面的12组家座没有我们 然后听了两组的三奖 也没有我们 可能是有一点心电感应 还是怎么样 玄学吧 反正到练二奖的时候 Hydro他竟然就是用脚架 拍到了我们那个画面之外呢 竟然还拍到了 我听到就是二奖后的那个反应 天呐 第二位二奖的人主是作品名像是台湾 我的第二家座 第二家座 这就是给我的爱 一元清 爱的困惑 爱的困惑 而人总是一位 为了这一场 爱的困惑 是吗 恭喜我们二奖的儿图 请到中间前方来领奖 请大家给上个最热情的掌声 好不好 恭喜 恭喜 首先下来领奖的奖状 恭喜 恭喜这两个作品 刘李诗 刘李诗 恭喜 以及台湾 我的天伟家乡 谢谢你给我的爱和勇气 接下来的是最重要的二奖奖金 十二万元 谢谢 哇 哇 来 请这两个大奖奖的笑容 看一下我们中间官方的预设的相机 一 三 二 一 恭喜 谢谢 我们先谢谢校长 来我们的邀哥一起留步 好 谢谢校长 先恭喜校长合作 稍作休息 接下来我们要请登下者为我们 报表 首领奖感言 有请 好 麦克风可能都塞到我手上 后手不行 首先 先非常的感谢各位长官 各位评审 然后还有所有就是这么优秀 参加这个比赛的伙伴 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这是 这其实是我们团队 先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我们是阿莉莎爱生活 对那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阿莉莎是她不是我 但是我们三个人呢 都有在等一下的影片中 我们会就是露脸 OK 那这个影片的内容呢 其实是我老婆在5月22号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车祸 是很严重的车祸 他跟左脚的脚踝这边还有一个铝 对一个铝合金 对那在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心思上 非常持续上的转变 就是从觉得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变成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这样的伤痛 去更好的去体验 或者说好的体验跟坏的体验 其实它都可以带给我们 成长的养分跟动力 这可能是这个影片 我们最想最想带给所有人的 那还是总归一句话 就是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比赛 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团队 每一个个人 把自己真真实实的故事 去表达出来 传述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二奖的得奖作品 请看 台湾人存年后 迫不及待想要去做的事 是什么呢 搭子系统 机车驾照 而我呢 是一名从大陆 将来台湾的高雄媳妇 定居台湾快两年了 身之机车在南部的重要性 于是 我生了一个想法 你看吧 人生在生活 就会遇到各种挫折 但是 爱和勇气是一切的解答 让面对困难 不再是困难 还是让自己成长的最佳处方 而我呢 仍然会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自由快乐的探索下去 哇塞 在大荧幕上看自己的影片 都被自己感动了 真的很惊喜 也很感动 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拿奖 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拿到二奖 其实要特别感谢一下我老公Hydra 因为是他一直的鼓励我支持我 所以我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这个作品 总之呢 我们这个小团队可以得奖 真的是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有你们的支持呢 我们才会有信心更加大步的往前走 好的 我们要再次谢谢所有的评审会 还有本介乎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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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芒果 一个芒果 好 一个小芒果 我们现在是买蛋糕 清除一下我们得奖 对不对 宝贝 好 马上开车 什么味道 酸酸甜甜甜 酸酸甜甜 哇 这个小吃喝 好吃 哇 吃到只剩这么一点哦 好吃 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你叫干嘛 你来吃那个蛋糕的屑屑全部掉地上 嗯 我在台湾学工德行 对啊 我记得你以前就不会这样 以前都是你来啊 我们现在要坐高铁回高雄咯 我们要跟台北拜拜回高雄啦 你不想回去啊 你不想回去啊 你舍不得台北啊 台北有很多机会对不对 那你的同学怎么办 那你的老师怎么办 那你的老师怎么办 那边这边ase beberapa 可以啊 是啊 我现在要打电话 告诉我爸妈妈 我在台湾得个酒 嗨妈 马 妈 呃 對 因為要只有一點點 現在變甜了要變新鮮 我來參加第一個比賽的 欸你看到 你看到我本來缺了什麼 我打電話 剛剛是你能夠去參加 參加一個 如果會有一個比賽 然後我有拿到第二名 看 哇 第二名獎喔 二名獎獎獎好多獎勒 12萬 哇 12萬 還是要扣稅 扣稅就沒有10萬 扣稅就 10萬都沒有了 20萬 20%的稅 誒 我有問是台幣嗎 台幣啦 還是人民幣 台幣 誰要問台幣 我得獎嗎 哦 誰獎勒 金棒 金棒 你好笨 我也想得獎跟你的影片 哈哈 爸爸你有看過你的影片嗎 爸爸有喔 好 你有看你家一部影片嗎 我有看到 三分鐘這個你這個 就是趕快去 去切禍你家一集 就是三分鐘 然後 然後去外切禍之後 不知 經過個日 然後再高四代星 什麼 中算生活當中遇到挫折啊 這什麼什麼樣子 你的家一部 別人比他有點像 我看到你發出一代 好 要對 我也不知道會拿第二米的 還是蠻 蠻驚喜的 繼續加油 我 我下個月回來 我給你買裙子哦 好怕 結果我媽媽看完獲獎影片後 看一次心痛一刺 歡迎大家成為我們的會員 歡迎大家成為我們的會員 選你們了 在阿莉莎愛生活頻道首頁的右上方呢 點擊加入 就會進入加入會員的相關頁面 這時候可以選擇殺工同路人 莎莎親衛隊 殺妞守護者 在台灣的娘家人 選擇好之後呢 再點擊藍色加入鍵 這時候就會出現付款頁面 填寫信用卡的安全碼 打勾 套用至所有裝置上 點擊右下角的購買 就完成啦 這時候會出現頁面 歡迎您加入阿莉莎愛生活頻道會員